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 本来感觉转经营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不过今天看这个视频呢 又想深入的再看看这61位院士 看看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转经营 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像网上说的对转经营一点不懂 我呢搜了一下 看了看 首先咱说一下 转经营这个问题 我们国内的专家和科学家争论的非常激烈 不是说院士支持 其他人就都支持了 不是 我们的科学家是反对的 还有名人也反对 首先呢 咱先说一下 支持转经营的这些专家 这些院士 他们发起是有张启发发起的 发起时间呢 是在2013年10月21日 这个发起人里啊 当然有网上大家说的有兽医 也有这个搞医学的 但是呢 我看其中有很多呀 也是专门研究这个育种这一块的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哈 和育种 遗传基因这一块相关的这些院士 这里面这些院士啊 我只是选择了和这些相关的 还有特别不相关的 咱说一下 和它比较相关的 你像植物分子遗传的 有李嘉阳 直接有关系的 像作物遗传育种 这一块 这一块比较多 有卢永根 谢华安 程顺和 戴景锐 傅廷栋 关春云 严隆安 于树逊 这一共是几个 六个八个专家 这是专门研究 这个 育种遗传的 另外呢 研究基因组织学的 基因组学 这个呢 叫杨幻明 其实啊 发起人张启发是研究啥的 植物遗传 分子生物学的 当然也有关系 植物遗传嘛 也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呢 还有张亚平 张亚平是研究 进化生物学 与保护遗传学的 然后呢 猪作岩 是研究 细胞及发育生物学 遗传工程的 可以说 他们研究的这些方向 基本和 这个 植物的育种 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 我们网上说的 研究兽医的 动物的 有谁啊 夏贤柱和陈焕春 他们的研究方向呢 是预防兽医学 这就是网上说的 是兽医 兽医也 掺和进来了 然后呢 研究动物的 还有李宁和旭日干 他俩呢 是研究 动物遗传 育种与繁育 繁殖 他是研究这一块的 另外医学的 有谁啊 由夏家辉 他是研究的是 医学 遗传学 另外呢 钟南山 是内科学 这是呢 相关的和 真不相关的 另外一些院士啊 他那个也是研究 植物的 或者生物的 但是呢 关系 没那么 紧密 这个张启发呀 就说 在一次采访中 就说 说我们国家要立法 强行推广 转机 不要去听民意 你听民意 老百姓啥都不懂 是吧 这个转机 这么先进的科技 科学技术 在国的 在别的国家都 推广的轰轰烈烈的 是吧 到我们国家 你看 老百姓这反对 其实他也不知道 人家国家 怎么弄的 是吧 人家国家 对这个转机 是怎么处理 对于转机 有意义的 首先呢 我们说是 就说 在植物域种 这一块 这个顶级专家 是袁隆平教授 袁教授啊 他的被采访视频 我看了几遍 他就说呢 说杂交和转机 是两回事 袁教授也 研究转机 他的方向呢 主要是 育种 转机 杂交水道 如果说 袁教授的水平 和这些院士相比 是个什么情况 我个人认为啊 从获奖经历看 袁教授呢 就属于那种 最高等级的 那就是 天下第一高手了 这些院士呢 就相当于 一流高手 或者二流高手 这个水平 我看过 关于育种学的 这些专家的 获奖经历 大概呢 有的是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啊 国家的二等奖 国家一等奖的 都不断 袁教授的观点呢 是说 不敢保证 转基因 这个作物 对人体的安全 袁教授就说 他那个防病虫害的 那个 谁敢保证 他对人体没有影响 袁教授的 自己亲自说的 说 如果让我吃 我敢不敢吃呢 我敢吃 为啥 我八十多岁了 我又不打算 在什么 其他的 在天安丁进口的 是吧 我是敢吃 但是我的小孩 年轻人 他就不敢吃 你谁知道 几十年以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吧 所以说 袁教授 并不支持 转基因 进入人们的摊桌 另外呢 还有叶帅的女儿 叶向珍 叶向珍女士呢 是做过专门的 这个统计的 你可以在外上 网上搜一张 叶向珍女士 在网上那种讲话 就说 他统计了 中国将近有 八千万人 八千万这个妇女 就说 吃了转基因以后 不孕不育 叶女士就说 中国一共 才十几亿人啊 八千万妇女 不孕不育的话 这是多大的 一个基础啊 所以说 叶向珍女士 是坚决反对 转基因的种植 和实用的 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说 如果说 袁隆平教授 说的话 我们认为 不可信的话 那么 这六十一个院士里 这八位 搞遗传 和育种的 这个专家 他的话 应该更不可信 为啥 他们都只不过 省科技一等奖 国家的二等奖 国家的一等奖 都是少 你看看人家 袁隆平教授 这个科技成果 人家是 共和国宣章的获得者 首届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得主 然后 第四届 中国消除贫困 终身成就奖 得主 亚太种子协会 杰出研究成就奖 得主 是吧 还有改革先锋 奖章的获得者 人家可以 完全的碾压 这些人 所以说 元老的态度 是比较慎重的 他不主张 转基因 大力推广 或者说 上滩桌 他都害怕 我们能不害怕吗 所以说 有的网友说 弄个兽医也上来 其实也是 你个兽医 你跑进来干啥 是吧 再有 这些人 就说为啥 一下联名 他们都 就签名了 其实吧 你想 中国是个 关系社会 就是人情社会 有的时候 熟人之间办事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难 你要张启发吧 张启发是华中的 华中农业大学 谢华安也是 是吧 好像这八位 人家有两位 都是华中 出来的 谢华安是在 华中 工作 另外一个 是华中 出来的 熟人之间 往往是 一声招呼 就可以了 他们自认为 自己对于 育种的研究 已经到达了一个 无与伦比的程度 他们没发现 说这个 转基因的影响 有多么恶劣 再一个呢 可能人家 美国那边 孟山都那边 还在说 这个 这个种子多好 说让你免 低价用 说再一个 又防病虫害 又能高产 他们自认为呢 我们研究转机 我们研究这一块 我们的意见 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 不会说 就说认为 它有那么大的危害性 他们就想 其实吧 你说里边有多少人 得了这个利益 咱现在不清楚 但首先说 张启发和孟山都是有合作的 这个是有 如果说分红的话 我估计 这个应该能分着吧 我看有的网友说 其他这些专家里有 不少呢 和孟山都都是有关系的 那个呢 咱没有做详细的一个调查 咱不敢说 但是呢 我想说 其实 这些院士签名 弄到这个签名 真的没那么费力 就是熟人们 打个招呼 你看 这个转机 我们研究 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而且能提高产量 能够对老百姓有好处 其他你搞医学的 搞兽医的 知道这个转机的好坏吗 大家又是朋友 说一句 啊签名签名 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你在中国找人办事 往往有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麻烦 只要关系到了 啥事都好办 所以我们在这里 那边 就像我一样的 我跟中国有什么样的 我跟中国有什么样的 我跟中国有什么样的